嗨 大家好 在今天的影片 我打算帶大家製作一個有趣的翻牌效果 它除了可應用在簡報的動畫設計之外 也很適合教育方面的用途 或是趣味性的團體活動 如果你要配合影片中的步驟一同練習的話 你可以在影片底下的說明欄下載今天的練習檔案 OK 假設今天我想要在做簡報時穿插一個抽獎的小遊戲 那麼這裡我們首先來改一下投影片的背景 我打開格式設定的面板 勾選漸層填滿 PowerPoint有提供了一些內建的配色 我選擇了一個綠色的漸層 而如果想要做一些細節的微調 你可以到底下點擊色標之後 再調整面板內的控制感 就可以進行顏色的編修 接著我從電腦的資料夾 拖一張卡牌的背景圖到投影片之中 為了方便之後調整其他卡牌的大小 我使用輸入數值的方式 統一卡牌的高度和寬度 然後打開圖片效果選單 套用一個簡單的陰影效果 接著我按住Ctrl鍵不放 啟用複製的功能 將卡牌向左拖曳複製一份 再向右邊拖曳複製出第二份 使畫面中總共有三張卡牌 確定好卡牌的位置之後 接著我們來把卡牌的正面圖案 也一同拉入到投影片之中 其中一張是帶有小丑圖案的鬼牌 你可以把它隨意疊到某一張牌的上方 然後同樣按住Ctrl鍵不放 複製一份到另一張牌的位置 至於最後所留下的空位 我則是拉入了一張空白的卡牌 在空白卡牌的中央 打算放置一個禮物的圖案 於是我點擊3D模型的按鈕 使用GIFT的禮物作為關鍵字進行搜尋 找到適合的圖案之後按下插入 再六位調整一下模型的大小和角度 就可以把禮物移到空白卡牌的位置 由於這個禮物圖案必須配合卡牌一同做翻面的動畫 因此我按住Shift鍵不放 將這兩個圖形同時選取 然後利用右鍵選單 將它們組成一個群組 在設定翻牌動畫之前 這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設定 就是我們必須確認每張牌的正面和反面 在順序上是相鄰的 如果順序有交錯的情形 動畫在展示時就容易產生閃爍不順暢的問題 OK 所以我打開選取範圍的窗格 用一個簡單的命名規則 針對每一張卡片做個簡單的重新命名 然後再將同一個位置的卡牌疊放在一起 如此我們就可以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也就是翻牌動畫的設定 翻牌動畫主要會用到兩個功能 一個是利用立體旋轉工具 來設定卡片在旋轉前和旋轉後的角度 而另一個則是使用轉化功能 來讓PowerPoint自動產生中間的過度動畫 OK 所以我按下快速鍵Ctrl加A 全選畫面中的六張圖片 然後在圖案效果選單中 點擊立體旋轉來套用透視圖的第一個效果 一旦圖形套用了透視圖 我們就可以開啟繪圖面板 在立體旋轉這個區塊中 PowerPoint可以讓我們調整圖形的3D旋轉角度 我打算讓所有的卡牌 在一開始是覆蓋的狀態 因此我按住Shift鍵不放 依序點擊所有正面的圖形 將它們的XO設為180度 來產生水平翻轉的效果 然後再切換到選取面板 將這些圖案全部下移一層 來露出卡牌的背面 如果我們希望這三張卡牌 能夠被個別翻開的話 那麼我們必須準備3張投影片 裡面有每一張卡牌翻開的狀態 如此我們才能透過轉化的功能 讓PowerPoint自動展現中間的過渡動畫 OK 我們先來製作最右邊的卡牌翻轉效果 我使用快速鍵Ctrl加D 將投影片複製一份 然後點擊卡牌的背面 將XO設為180度 讓它翻轉一圈 再使用選取面板 將背景下移一層 使卡牌的正面再度回到了前方 這個禮物圖案 先前我們已把它旋轉了180度 現在我們要讓它繼續旋轉到360 不過你會發現旋轉欄位的最大值 只能到359.9 還好這個0.1的差距 在視覺上不會造成任何的影響 最後我們再切換到轉場標籤 點擊轉化就完成了第一張卡牌的動畫 至於剩下的卡牌動畫設定方式也完全相同 我回到第一張投影片 同樣按下Ctrl加D 複製一份 然後點擊卡牌的背面 將XO設為180度 再利用選取面板將它下移一層 而跑出來的鬼牌圖案 我則是將它的角度設為359.9 最後再到轉場面板套用轉化 就完成了第二張卡牌的設定 至於最左側的卡牌 由於步驟也都相同 我就直接使用快轉的方式 來將它設定完成 OK 將所有卡牌都翻開之後 接著我們來進行連結的設定 也就是當我們在第一張投影片 點擊不同的卡牌時 PowerPoint能跳到對應的投影片 連結的設定非常的簡單 我們只要點擊連結按鈕 再切換到這份投影片的位置 就可以看到投影片的目錄 以最左邊這張卡牌來說 用滑鼠點擊之後 應該是要跳到2號投影片 於是我使用滑鼠反白的投影片2 再按下確定 就完成了這張牌的連結設定 而另外兩張卡牌的連結 我們可以重複剛才的步驟 將它們分別連結到3號投影片 以及4號投影片 然後我們就可以按下 播放簡報的快速鍵F5 隨意點擊一張卡牌 來做個簡單的測試 OK 做到這邊 翻頁動畫的部分 可以說是完成了 不過以遊戲的角度來看 我們還可以把它做得再完整一些 也就是當玩家沒有拆到正確的卡牌時 牌面會自動覆蓋起來 讓玩家有機會再挑戰一次 直到拆到最後的獎品 遊戲才算是真正的結束 那麼要如何做出卡牌自動覆蓋的效果呢? 很簡單 一般我們在播放簡報時 都是透過滑鼠點擊來跳到下一張投影片 而這裡我們可以把換頁的方式 改成由時間來控制 譬如我設定目前的頁面在停留一秒之後 就會繼續播放下一張投影片 而由於我們要做的動畫效果 是鬼牌再度覆蓋起來 因此我將第一張投影片 按下Ctrl加第一複製一份 拉到原本2號投影片之下 再啟用轉化的功能就OK了 好 我們按下鍵盤的F5 來測試一下效果 OK 中間鬼牌的覆蓋動畫 跟剛才的設定也是相同的 我們可以將投影片換頁的方式 同樣由滑鼠點擊改成停留一秒之後 自動換到下一頁 然後再將蓋牌的投影片複製一份 推移到鬼牌投影片的下方 至於最後一張中獎的投影片 我們可以做一個比較特別的動畫效果 譬如當玩家翻開這張卡片的時候 比物會移動到畫面的正中央 這段動畫同樣可以使用轉化功能來製作 不過在製作之前 我們必須了解轉化動畫中一個重要的原則 就是兩張投影片裡面的動畫對象 必須是同一個圖形 中間的過度動畫才能順利的產生 如果圖形不同 轉化的效果就會失敗 而由於獎品這個圖形 之前我們在製作翻頁效果的時候 已把它跟卡片綁在同一個群組 因此如果我們希望獎品能夠單獨移動到畫面中央的話 我們必須在動畫開始之前把群組解散 獎品的動畫才能順利的進行 也就是說我們得為這個動畫效果製作一張過度的投影片 OK 所以我將最後一張的投影片選舉起來 到右上角把換言的方式改設為時間 停住的秒數為0 接著我按下快速鍵Ctrl加D 將這個投影片複製一份 並且利用滑鼠右鍵選單解散禮物和卡片的群組 停留的秒數同樣可維持在0秒 而轉化的功能則可以暫時關閉 此外為了讓下一張投影片的轉化效果能夠更為平順 我們可以透過選取面板 將所有位於背後 也就是目前看不到的卡牌刪除 於是這張投影片就可以拿來當作 轉化動畫的起始投影片 OK 接下來我們來製作轉化動畫的結束投影片 我按下Ctrl加D 將投影片再複製一份 然後將所有的卡牌刪除 禮物則放置到畫面的正中央 並且將它略微放大 由於禮物出現之後 我要讓簡報停止在這張投影片 因此我取消了投影片停留時間的設定 改成由滑鼠點擊來控制換頁 並且將轉化的功能再度開啟 除了這一段轉化動畫之外 我們還可以在這張投影片加上一些其他的設計元素 譬如我們可以切換到設計標籤 打開背景格式的設定面板 將畫面中的淺綠色改色為白色 來製作出背景發光的效果 此外由於禮物本身是一個3D模型 因此我們可以在動畫標籤中 為它加上一個有趣的跳轉動畫 而跳轉動畫開始的方式 我將它由原本的滑鼠控制 改色為進入投影片時自動播放 當然有需要的話 我們還可以在投影片中加上想要的文字標題 只要使用文字藝術師這個功能 就可以輸入我們所需要的文字 然後再到動畫標籤 替文字套用一個簡單的動畫效果 而文字出現的時間 可以比禮物動畫稍微晚一點 因此我將延遲的數值略微提高 大約設在0.75左右 最後為了讓整個翻牌的過程 變得更為生動有趣 我們可以在投影片裡面加上一些音效 譬如翻到鬼牌的時候 我們可以播放一段失敗的音效 相對的 如果玩家成功的抽中獎品 我們就可以播放一段中獎的音樂 來增添歡樂的氣氛喔 好 那我們就按下鍵盤的F5 來欣賞一下今天練習的成果吧 OK 那今天的PowerPoint教學我們就聊到這裡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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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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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們下午後